吉安乡妇女会6号在吉安国中活动中心 举办了社区妇女环保宣导即趣味竞赛活动 乡长游淑珍感谢妇女姐妹们照顾家庭之外 还自力协助环保的工作 让吉安家园能够更加的亲近、美好 也感谢妇女会举办了趣味运动会 让妇女朋友们能够疏解压力、快乐活动 促进姐妹们的身心健康 吉安乡妇女会星期天在吉安国中活动中心 举办社区妇女环保宣导即趣味竞赛运动会 乡长游淑珍感谢妇女姐妹们照顾家庭 还自力协助环保工作 让家园更亲近、美好 她也感谢妇女会举办趣味运动会 让姐妹们可以疏解压力、快乐活动 吉安乡妇女会跟我们社区的妇女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一起来做环保 一起来做我们的趣味竞赛的活动 现在我们每天的厨余少了16桶的一个大厨余桶 而且在分类回收 平常的日常 姐姐妹妹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有了正确的环保观念 就让我们洁净家园在吉安 垃圾减亮 也让我们洁净家园不是梦 所以今天的环保以及趣味竞赛 希望让我们的爱家、爱家园、爱社区、爱乡里的 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推动的力量 也要训练自己姐姐妹们能够更健康 更有活力的来走出社会的服务 县长徐正威也特别到场向妇女姐妹们致意 他表示妇女们在内要顾好家庭 对外还要关心家园的环境整洁 参与社区服务非常了不起 县长也祝福所有的姐妹们身心健康 天天都幸福快乐 这场运动会也设计了许多有趣的竞赛 妇女姐妹们抛开压力 在场上尽情奔跑跳动 在游戏当中也争取荣誉 更达到了输压运动效果 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周末假日 谢旅会吉安箱报导